9月13号收盘了 下午的时候大盘还真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 那这个探这个底难道大盘跌到底了吗 回升仍然没有回到均价线上方 这个位置见底了吗 我们再来看K线图 你看K线图 仍然在下降趋势这根线的压制之下 并且今天仍然跌破了二零线 二十日机构的声音线 尾盘就差那么一丢丢没有收好 那不还是一个跑路的节奏吗 那大盘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更纠结了 第一下方就有跳红缺口 第二这个位置呢 上方又有这根上升的压力线作为压制 那大盘这个位置倒霉到底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今天下午原本咱们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阶段差一丁点就干一票 但是由于这个指数没有达到 咱们当时在直播间测算的时候啊 用的是这种密码的信息格子 我们测出来的是3097点附近 那么没有达到 最低点才还差了十多点呢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不能忙着干 那么忙着干会怎么样 你看今天最低点是3106点 那距离3097是不是还有一点 确实还有 那怎么办 就是这个位置 没有到达就是没有到达 所以今天下午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没有进来抄底 那么反而在这个位置呢 我还给大家做过一个推断啊 就是往往在这种接近零轴 或者是接近均价线附近的时候 这个位置往往应该是下车位置 只要上不去 那实际呢 今天跟我们说的另一个 还有点重叠 就是大盘在后15分钟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 要针对着自己手里的股票 进行买卖实际操作的时候 那么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小细节 就是在后15分钟 一般情况下 能不动就不动 假如这个位置呢 如果冲高回落 我们肯定是不能买的 对不对 但是更主要的呢 冲高在这横盘 不上去不突破 往往这个位置 是应该做减仓动作的 那么这个呢 走势说以往的经验 在经验当中 这些东西的概率是比较高 所以说我也会把这个东西 无偿的分享给大家 至于说它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那就忍者见仁了 看看你自己怎么运用 那么现在说到这儿 我们就得看看它K线 假如这个位置 要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有的人要是在这个位置 尾盘的时候 后15分钟减仓的话 那明天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K线 这个位置 如果把这个裸K来看 你瞧 大盘仔后来这一阶段 是不是做了一个小的三角形整理 而且现在已经接触到末期 那么到末期的时候呢 就是要面临着一个变盘 这里的变盘下方有一个跳空缺口 如果能把下方这个缺口回补掉 是不是就没有遗憾了 那位就问 如果这个位置整理好了 是不是面临着上涨 对 如果面临着上涨 那说那我们现在拿着不也就得了吗 拿着有很多东西出现了分化呀 你看上涨指数在这个位置 距离前期第一点 3053点 那还差一截呢 是不是啊 这里面是不是至少都有50个点的差别呢 那么我们看另一个 就是创业版 创业版 你看还创了新低呢 如果按照这样来看 咱们都不说什么板块和个股 单按指数来看 是不是也出现了分化 就是我们假如这个位置 手里头就拿的是创业版的话 那是不是就很拉胯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随便的拿 那么怎么办呢 还得看着一些个完全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20线 你看创业版自从跌破了20线 是不是一路向下 就在这儿突破20线 然后又回来了 20线下是不是一路向下 就包括这儿挑战一下 然后也就向下了 所以在没有反到20线 甚至都没有站稳 5日线之上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断定 这个位置就是底 因此说今天 不管说谁跑这来说 哎呀 尾盘我抄底了 那么这个位置 可是风险大于机会呀 这个位置是不能忙干的 这个位置减仓反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像这个 你看突破 突不破均价线 然后受均价线的压制 那么我们先下来看看不也行了吗 假如这个位置 明天大盘真的一跌破 直接回补这个缺口 我们怎么办呢 不要忘了 明天又到了星期四 一周每周都有这个星期四 你看上周星期四 大盘跌了多少 跌了这么多 周五的时候才出现一个止跌迹象 然后周一才出现大的上涨 那么这儿呢 整理的末期 我们千万不要倒在黎明前 黎明前虽然就快到光明 那么黑暗是很难熬的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假如我们那个手里的品种 还是这种上涨没有跌破五日线 甚至上涨趋势 时日线都没有跌破的话 那不仍然可以持股待涨吗 你看 今天大盘虽然有将近4100家下跌 上涨呢 有800家 是不是800家当中 我们中午的时候说是500多家 现在又扩了300家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部分东西 随着今天下午的上涨 它们再翻红 但那也只是翻红啊 没有一个明确说这个位置就止跌了 在没有一个止跌信号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要盲目的干 那样很容易受伤 所以在这呢 从大盘指数上 上证指数和创业板 我们都分别看了 你看上证指数 人家还在这 距离低一点 还有一截呢 而创业板呢 已经创出新低了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不就是指数之间分化 板块之间分化 板块内部仍然出现分化 所以我跟大家说 有一些东西 不是说这个位置 已经位置够低了 我们拿着就不动就得了 往往 它们那些就像这个 一旦要是被边缘化 那会跌得很惨 所以说呢 我们仍然把握那一条 假如它要是跌破了20线 管我们叫什么 我们都不能 是不是就是咱们去 不管你叫轻跌什么的 我们也不能动 也必须得跑路 只要在20线下方 甚至不反到 5日线上方 我们就没有一个上车 或者说一个信号 我们就不动就得了呗 另外再来再来看 科创板 以往科创板跌得最多 那这次科创板 是它率先上涨的 所以这次呢 它也没有出现新低 不过这个位置距离新低 就是这么一步之遥 一旦创出新低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MACD的 这个位置呢 叫底部的一个底背离金叉 当底背离出现的时候 那才能出现一个级别的上涨 这个是科创板 我们再来看 创业板 创业板已经出现新低 那么这里 一旦要是再出现上涨的话 很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底背离金叉 条件是什么 不要再加速下跌了 一旦再加速下跌的话 MACD的DIF值 就会继续往下跑 继续往下跑 就没有办法拐头向上 不拐头向上 那这个位置 大的就这个底背离级别 就会被破坏 那么就没有结构了 没有结构 哪来的说未来的上涨呢 即便是有上涨 那就会抛开结构 说其他的东西了 比方说 它就是上涨 没有结构 那上涨也不是不能啊 那么会怎么办 那就是说 没有一个明显一个底部特征 我们做起来非常难 如果真正出现一个底部特征 那我们上车呀 还有说买入啊 不都有个标准吗 没有标准的时候那都难 那你说有了标准都这么难 没有标准不更难吗 好 我们再来看深层指 以深层指为例 你瞧 深层指距离前低 又只有一丢丢了 它跟创业版不一样 创业版已经创新低了 那么科创版跟它是有点接近 剩下的就是上证指数了 上证指数 这还差一截 还有五十多个点呢 那么上证指数 这个位置是不是得加速下跌呀 如果照这么推断的话 它会加速下跌 那么我们看这个位置 说今天跑了的 是不是该高兴呢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跌破了二十线 我们不跑还等着啥呀 对与不对都无所谓 关键我们一定要坚守认知 如果说认知就出来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跌破二十线就跑 那么没疑问 我们就得跑 这才叫知行合一 所以说大盘这儿 现在已经出现了疲态 并且呢 像创业版呢 科创版呢 尤其创业版已经创新低 包括深层指 它们都要面临着底部 形成底背离的时候 现在只差上证指数一丢丢了 上证指数如果加速下跌 或者是两天下跌 赶底 那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出现 今年最大的一波上涨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大盘在这儿 就快见底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倒在黎明前 明天早间 我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的一些消息 尤其是我们中外股的表现 还有说外盘的走势啊 用早播报分享给大家 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 我们明天大盘的走势 包括外汇 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